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 《神探夏洛克》第一季第一集 作为评分高达9.3的BBC神剧 《神探夏洛克》受到了无数粉丝的追捧 每一季都十分短,基本上只有三集 但是每一集的剧情有异常精彩 每集都可以独立成一个小的单元 是喜好侦探剧的粉丝们不容错过的经典 故事一开头就是案件的发生 伦敦发生了一系列的连环自杀案件 而死者都是服用了有毒的胶囊 一位警察怎么侦查都是自杀 所以警方不得不向夏洛克·福尔摩斯求助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一位侦探顾问 可以说前期刚刚出现的夏洛克十足的酷 甚至有些神经质 他对于整个世界都是十分的客观理性的分析 并且崇尚着紧张和刺激的生活 而他帮助警察的目的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来 他对于案件的发生十分的开心 别人可能要骂一句神经病 但是他就是期待着这样的刺激 华生一出场就是拄着拐杖 颜值看起来也没有很高 因为合租房的原因 华生和夏洛克相识了 夏洛克需要一个助手 而华生作为军医 一个侦探一个军医十分的合拍 而且华生的瘸腿虽然是心理上的问题 但却并不是害怕过去发生的战争留下的阴影 而是在怀念战争中的惊险 华生也是一个刺激的寻求者 所以他才答应了夏洛克的侦探助手的要求 可以说两个人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 但是他们的骨子里都一样的疯狂 夏洛克推理的时候 每一步都异常的巧妙又切中要害 看起来确实是天才中的天才 当然看完了剧集的我们都知道 犯人实际上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所以他才能不露声色的接近任何人 而且他的目的初衷 实际上也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司机得了绝症快要死了 其实夏洛克本来可以不接受那个死亡游戏 但是他有时候就是这样无厘头和神经质 或许是过度的渴望刺激 所以他接受了 只是在他服药之前 划身开枪打死了老司机 所以夏洛克也没有吃下药 死前想说出幕后黑手的名字 却还是没有说出来 而是先想让华哥监视夏洛克的麦考夫 竟然是夏洛克的哥哥 他实际上是担心夏洛克在探案的过程中 会有什么危险 还是觉得很感动 这部神剧看完第一集就能很清楚 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因为影片对于人物的刻画都十分的细致到位 不止如此还很突出人物的属性符号 夏洛克一出场 一旦开始进行推理 就可以被他强大的人格魅力和演技所征服 只要看过了神探夏洛克这部英剧 基本上都会成为卷幅的粉丝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